大家好,我是姆琪米亚 今天我在Z Top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在拍一场急流戏当中 就是第一天是我和乔农大哥 他骑着摩托艇撞到了一个障碍物 然后摩托艇就翻了 然后大哥从另外一艘救生艇上 被救生员给救上来 回到了岸上 我才知道刚刚有多么惊羡 因为摩托艇翻的时候 大哥就顺势被急流给带走了 然后第二天 我又被急流带到了一个障碍物那里 瞬间我就没有办法呼吸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我的演艺生涯就要在急流当中结束了 这是我第二次 然后我跟他接触合作的感觉 他就是什么 就是第一次我在《功夫瑜伽》当中 饰演诺鸣 那时候还是一名他的学生 他对我更多的是一些戏上面的帮助 而在《急先锋》我所饰演的是 他的助手 他最得力的手下 《急先锋》的成员Mia 他对我的要求又完全不一样了 包括很多的打斗的戏 然后会要告诉我 他当时拍警察故事《红帆区》的时候 他所历经的很多动作戏的难度 和自己真身上所受的伤 然后让我一定要坚持坚韧 就像《急先锋》中的Mia一样 让我们每一个《急先锋》成员必须要有这样的精神所在 这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精神完全体现在电影里面 让观众所喜欢 唐导师非常温文儒雅 经常会跟我们说 和气浮于面 锐气藏于胸 所以你是特别喜欢拍动作戏吗 我非常喜欢 特别喜欢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极限运动 而且喜欢挑战自己的人 我觉得动作戏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我喜欢就是包括平时训练身法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 她如果光是外形上面给别人的感觉特别好 我觉得只是一个非常片变的东西 如果她能够从里而外是非常坚韧的 坚强的 我觉得她是非常有魅力的 所以我一直想要像劳拉 像朱莉 像黑寡妇斯卡丽江森那样子 就是忽略我的外表 我更愿意让大家看到的是我内心的坚韧和坚持 而并不是所谓的外表上面很没有魅力的那一面 这是我不大喜欢的 对 我当然愿意 因为不单单是电视剧包括网剧我都是非常愿意去尝试的 我是特别喜欢在荧幕前然后去不断地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她每一个角色你要把它塑造的特别好一定是要靠量的累积才会有质的变化 就包括你平时的努力你必须要靠镜头去呈现的 我现在就需要不断地在镜头面前去累积经验 让我在大荧幕面前的时候能够更从容地去面对 所以我还是非常愿意去尝试网剧电视剧 我希望我的角色可以让大家认同 我相信极先锋他可以杀出宠围 因为往年的票房黑马全部聚集在今年 可以看得到厮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但我相信极先锋他一定可以杀出宠围 我们的采访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 大家记得大年初一在影院一定要支持我们的电影极先锋哦 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